当年侯宝林对杨家父子做了什么 让正好都忍不住维护侯耀华 当年杨少华从取义团退休后 退休金实在顾不上一家人的开销 所以他就决定北上闯荡一番 但是自己又没有人脉 也没有可以演出的地方 于是他就想到了诗歌侯宝林 当时的侯宝林可以说是相声界的巨星 不管名气还是收入都是最高的 如果对方能稍微提携自己一番就不会饿死 随后杨少华厚着脸皮敲向侯宝林的家门 因为侯宝林的身份地位实在太高了 每天都有固定的会客和休息时间 杨少华去的时候正好是侯宝林休息的时间 因此杨少华刚一敲门就被保姆赶了出来 说侯宝林要定时吃饭定时休息 谁都不能打扰 但是杨少华却不惯着他 一句话直接怼回去 他用人出来说 嗯 没见 就是有定时吃饭 定时休息 定时睡觉 不是 那个家有定时炸弹没有啊 我一说这个呢 侯宝林在屋里听见了 给我快让他进来 虽然说杨少华进门后 侯宝林也没有给他好脸色 但人家当时的地位确实很高 根本没必要和一个不熟的相声演员嘘寒温暖 何况还是对方有事求自己 据说侯宝林有情威洁癖 不喜欢有人住自己家里 能把杨少华留下 可见他对杨少华的善待 杨少华来北京没多久 小儿子杨毅也到了北京 同样住在侯宝林家里 可就是这样 杨少华仍不满意 大肆抱怨侯宝林不把自己当人看 在家里像保姆一样被使唤 可如果不是侯宝林 他在北京根本混不下去 杨少华住侯宝林家的那段时间 虽然没被诗歌特殊关照 但是挨着侯宝林的名气 杨少华也占了不少便宜 像是见没本事不要紧 有一个强大的靠山胜过一切